魂老爹 敢電玩 大家好 相信大家之前都有看到老爹 抽天使哥的影片 那麼呢 老爹目前這個專武是只有一集而已 我們先來測試看看 天使哥專武還沒有升上去之前 傷害力有多強 好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一樣 找我們的這個 台銘黨黨主席 各位觀眾 那我們 老爹來看看怎麼放 好 這樣子我們戰力是略低的 應該是沒有問題 各位觀眾 好 各位觀眾 天使哥專武加一的時候 究竟能打出多少的傷害 能不能打贏我們的這個 台銘黨黨主席 各位觀眾 其實一心的感覺威力就很強悍 各位觀眾 老爹坦白說 一心的感覺就非常的強悍 還沒有加到20 他的威力就已經非常的強大了 我們好像這樣子就可以贏了 各位觀眾 哇靠 我靠 不愧是半神啊 我們加1的天使哥就這麼強啦 那加20還得了啊 各位觀眾啊 才加1耶 沒有問題 這把看起來 是穩贏的囉 各位觀眾啊 時間慢跟 時間長跟短的問題而已喔 不對啊 怎麼好像打不太掉啊 這打得有點辛苦啊 他那個光盾好煩啊 好像打不掉耶 各位觀眾啊 不會是平手收場吧 好 他的棺材板要GG了 好 他的棺材板GG了 可是看這個樣子應該是打不死喔 各位觀眾 應該是打不死喔 5秒 3秒 好 真的打到時間到 各位觀眾啊 打到時間到 好沒有問題 怎麼再來呢 我們來測試看看 我們打這個 26隻48 好 好 各位觀眾 加1的雙子 能不能打贏這個 這個隊伍喔 我們是這樣子配隊的 啊幹 我忘記開制動了 等一下 沒問題 這次老爹改過了 看有沒有辦法直接推過去喔 各位觀眾 加1的雙子就這麼強悍啊 我靠直接推過去啊 我靠 這不用加就很強啦 不過好像也是輸喔 差一點點啊 差一點點啊 好沒問題 然後再來呢 挑戰我們的王座之塔 好 好來 應該也是過不了 這關本來老爹就一直過不了 怎麼打都打不過去啊 怎麼打都打不過去啊 這一層真的是太難的啊 對面的天使哥跟鬼一樣強啊 各位觀眾啊 好我們看一下傷害表 完全不是對手 各位觀眾 真的是完全不是對手 好再來 打看看喔 我們的公會BOSS 用我們的天使哥 好我們這樣子放 好 我們天使哥不知道造成的傷害 有沒有辦法比我們的公主還來得高喔 好羅萬是跟著 女僕是跟著羅萬啊 我靠 好沒關係 其實目前所有的半神英雄啊 跟惡魔英雄啊 大家最推崇練的兩隻啊 就是雙子跟天使啊 這應該是無庸置疑的喔 各位觀眾啊 應該是無庸置疑的喔 你說什麼火鳥很強啊 然後說什麼惡魔女啊 惡魔很強啊 但最優先練的 都還是我們的天使哥我們的雙子喔 所以老爹打算先把我們的雙子哥喔 來天使哥喔 裝武先拉到20 然後之後呢 老爹一樣會把他加到30的 一樣會加到30的 一樣會加到30的 天使哥真的是 遠真裡面啊 最帥氣的一隻英雄啊 各位觀眾啊 你們不覺得嗎 他是最帥氣的 雖然他好像是女生啊 但老爹一直都覺得他很帥啊 拿著這把西洋劍甩來甩去 貴為一隻神族 該有的帥度跟氣度他都有 就是這麼強悍 好沒有問題 好這次我們的天使哥 造成了傷害 93.88 防禦7.64 輸給我們的公主大概將近一倍 好沒有問題 好我們等一下再 提升到20之後 我們再來測試一次 好 好各位觀眾 我們第二就戰見 好 好各位觀眾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把我們的專屬武器 升到20 我們先看一下 他目前戰力是 877K 提升到20可以強化多少啊 877K 他的10級的技能是解鎖 防禦力提高 提高為自己攻擊力的6% 好現在加到10 再來11 12 好沒有問題 這樣我們天使哥的生存力就大幅的提升 877 變成1000K 好沒有問題 我們直接來測試 一樣 打我們的這個 台銘黨 黨主席 各位觀眾 剛剛我們是打到平手手場的 我們看一下這次的表現如何 這次應該不會再打到平手啦 我們整個戰力都大幅提升了 我們天使哥應該有辦法 一隻一隻把他們帶走 好沒有問題 先帶走的女藥 先帶走的女藥 行行鬆鬆啊 我們天使哥加到20 跟鬼一樣的強悍 各位觀眾 玉神 殺神 玉佛 殺佛 就是我們的天使哥 這一次不要他媽的又打到時間到啊 我靠 你怎麼先去戳 你怎麼去戳光盾啊 你去戳那個 你去戳羅萬啊 你在幹嘛 你不要戳光盾啊 哎呀呀 這天使哥至上有點問題啊 跑去戳羅萬了 他果然變聰明了 加到20都媽變聰明了 哎呀呀 被棺材板吃掉了 搞毛啊 還是打到平手啊 哎呀呀 跟剛剛戰績差不多啊 靠北啊 這應該是倒楣吧 這應該只是倒楣吧 我靠 花那麼多錢升上去他媽的 沒有比較強啊 好 至少我們關卡應該推得過吧 我們關卡應該推得過吧 我們關卡應該推得過吧 天使哥你加油啊 好 這一次看起來完全沒有問題喔 至少我們關卡推過了 完全碾壓過去啊 各位觀眾啊 這個提升還是有效果的啊 我剛剛誤會你啦 天使哥啊 不好意思啊 我完全是 我完全低估了你的實力啊 輕輕鬆鬆 我們的天使哥 來讓我們通過這場比賽 哎 幹你娘你怎麼死掉了 我靠 哎呀呀 天使哥還是不行啊 怎麼又是差一點點啊 哎呀呀怎麼回事啊 難道加二死不夠強嗎 我們來試試看王座之塔 天使哥 天使哥你加油啊 你至少要變強一點點吧 好 這一把天使哥應該可以喔 哎呀呀呀 又死掉啦 各位觀眾啊 這故事告訴我們 是不是 加一跟加二死 根本就不用提升啊 我靠 好 好 各位觀眾我們來個最直接的喔 我們看傷害差多少啊 我們看看公會BOSS的傷害差多少啊 我們剛剛打了4億7千萬吧 好 這次我們加二死喔 好歹來個5億5千萬吧 你這樣子我在考慮不要給你加30啦 你怎麼 怎麼完全沒有幫助啊 你天使哥哎你 你跪我一隻半神 你都不會感到不好意思嗎 你 那加一跟加二死的傷害是一樣的啊 剛剛是4億7千萬喔 這一次他媽的好歹真的是給我5億5吧 拜託啊 不然我很沒有勇氣把你加到30欸 好目前來到1億5喔 好 還要2億了各位觀眾 天使跟 天使跟雙子啊 到底誰要先加到30我現在才不知道啊 各位觀眾啊 本來打算要把天使喔 本來打算要把雙子先 雙子 欸天使啊天使 天使 把那個帥氣的天使先加到30啊 可是我現在提摔到20之後我他媽的覺得無感啊 這樣我有考慮先把雙子30啊各位觀眾啊 這個打工會Boss怎麼傷害好像還變低啦 剛剛好歹有4億多啊 你現在可以賣個4億而已啊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我靠 你這種高100萬也可以吧 高100萬啊 4億3啊 4億5 4億6 4億5 還低100萬啊我靠 各位觀眾啊這到底怎麼鬼啊 欸不對 我們的整體傷害 我們剛剛我記得是9 90幾M喔 現在來到110M喔 的確有提升喔 那應該是這個公主還是女僕的傷害減低了喔 各位觀眾啊 但是造成的傷害確實是有高一點點 但他媽的真的不明顯啊 真的不多啊 哎呀呀 那麼各位觀眾啊 天使跟雙子喔 各位覺得哪一隻要先到30喔 請你留言告訴老爹好不好 老爹會依照你們的留言量來決定 哪一隻要先念到30 好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拜拜